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决策者 一个创始人 一个公司的掌舵人 你的掌舵能力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的 只能自身做决定 可能不是现在最优的一个选择 可能但是对于未来的半年一年是个最优选择 好了 那里面就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灵魂拷问 你们想要变成什么样的公司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决策者 这个确实非常灵魂的拷问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公司使命愿景 还有各方面公司企业文化的事情 这也是在我在思考的问题 这是将来 我现在还给不了你答案 因为也是我们公司为了发展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也希望队伍里面的人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开心快乐工作 又能赚钱 对吧 能够达到即使一个自我价格 社会价值 这个方面之我有在思考 怎么样把队伍的营居力带起来 然后一起往前走 有人说队伍营居力不复杂 在矿性出口点上躺着就会赚钱 先把钱分了 对 分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当你大家都能分钱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分多分少 就会有矛盾 不换不均 对 不换不均 不换不均 不换寡 换不均 但是这个均本身就是一个功夫了 对 能分钱是个好事 但是你分的均不均 有没有就是对队伍的那个 有的公司分钱出来 反而造成公司一堆矛盾 你不分还好 一分就大家矛盾都起来了 这个事情是要避免的 对吧 那为什么他分的比我多 对不对 为什么我也不对比 为什么我努力一年 为什么我分这么少 但你从公司角度 你已经分很多了 但从个人的角度 我分这么少 你是怎么要这样处理这种矛盾 就是都是要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去学习的 回归到原点 这部小货车 你开了四五年了 然后六年了 对 一开始可能是求了营生 找自己一个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 到今天开始慢慢慢慢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的管理官 到自己的企业的管理的方法论 到开始能够形成比较系统的 对外输出的这么一套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想过 现在这个公司对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个赚钱的东西 还是说一个你人生的一个成长 这个其实很有趣 不仅仅是公司死民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你应该是八后吧 你记住了 85后 85后今年刚刚35岁出头 已经过了儿力之年了 正在往不祸而走 你已经比很多三十多岁的人成熟了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招聘外面的人不招 对一般招二十到三十五岁以下 我现在刚好超联就是假如我失业出来 没招你了 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企业也不招 只能吃搬砖 是吧 所以 这是很尴尬的年纪 所以现在的公司对我来说 就是也是我未来的一个事业 事业 是我一个 其实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事业 我不能失去它 对吧 养家糊口的一个事业 养家糊口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你已经在做非常多的一个尝试了 那对于你们的这个 在2021年 除了在团队这个事情上去补完它以外 还有什么一个期待吗 甚至说 希望身边的朋友会有什么一个变化吗 我其实我希望就如果我们公司的话 就是希望大家都是能工作开心 环境好 也能赚到钱 对吧 然后也希望身边的朋友呢 就是越来越好 对毕竟20年到21年的疫情还在继续 对大家都不容易 而且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各方面 就是言论对中国也不是很友好 对就是希望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 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 公司也发展越好 大家都 牛年了 嗯 牛年 就是 牛气冲天 大家都 牛气冲天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过得好 因为大家都过得好了 大家出来聊天就没有压力 嗯 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应该一会儿其实是刚刚当爸爸没多久吗 快要当爸爸 快要当爸爸 我记得你当时是一个内视焦虑 外也是焦虑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接受自己成为一个爸爸的角色变化了 那这很好的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这行业里面有相当多人 也是跟你差不多年纪了 都即将经历 或者已经经历成家立业 成为妈妈 或者成为爸爸 对 或者成为第二个这样的 这个孩子的一个出生 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一个形态上变化吗 其实就是那其实就回到养家糊口这个问题了 对 其实孩子很现在很多家庭就孩子出来了 或者说要孩子的时候都希望只要孩子出来就要给他最好的 对吧 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会在社会上的竞争和成长各方面 希望健康 嗯 如果有机会啊 你现在可以有时间为了你的孩子在他长大懂事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看这张视频 你会跟他说什么话 我会跟他说 嗯 就是努力成长学习 对吧 那个 怎么说呢 我其实我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自治的就是成长方向 而且而且就是要过得比较充实的 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一些 呃不必要的就是分心的事情分心的事情上面就是可以平常呃多点去玩也没关系 但是要有自己的主要人生目标 嗯这个如果健缘的孩子你是看到这段视频我估摸着你最起码是五年以后到六年以后你才会看得到看得懂这段视频 那如果以后你看到这段视频说这是你爸爸在五年前六年前跟你讲的话这是你爸爸在整一个从开始讲家糊口到现在 去去做一个更有担当的一个企业的创始人跟一个父亲的一个同学 不容易 有没有想过吗这男人挺难的 男人女人其实都挺难的 都不容易 生而为人我也很抱歉 我必须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 对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吗 呃其实最后还是祝愿了对吧就 回到刚才说的希望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 那做跨境这一行的人呢其实都能跟上那个大趋势的增长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也希望就是新年大家生活一个越来越好生活家庭事业都非常美满啊 希望大家牛年啊 牛年啊 牛期冲天 牛期冲天 对 牛逆亨通 牛逆亨通 非常谢谢我们雷一贸易的创始人雷建源 因为他这一年的的确实我看到你是整个变化不仅仅是在公司的成绩上面 你这整个人的从内之外的一个我们叫自信 就看得出来的所谓的项目寻生 如今成为了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带队人 成为了一个会为自己为家庭的未来着想的一个男人 不容易 今天非常谢谢靳远来跟我们就分享 在交请他出镜之前呢 他曾经问我哎我来讲什么 我来不用讲什么 讲讲你这一年的变化就好 讲讲你的心态 对吧 因为这个行业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的这种正向的能量 能力让这个人变得更好 竞争随时一直都在 对竞争一直都在 长期存在 但是当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正能量的话 无论是你或是我 还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整个行业会越来越好 就像你说的 家国我们现在其实都是跟这个整一个的大事是被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实现好自己的一个纪念目标 这个本身就不容易了 谢谢建源 谢谢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节目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一款物流洞察工具 即追踪监控预警等于一体 物流查询就上checkinge.c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